輕軌列車緩緩起步 右方突然有輛小黃 硬是切到前方 兩輛車不偏不移的 發生碰撞 小黃疑似就是想搶快 沒等到左轉燈亮起 就直接硬切左轉 當場撞上列車車頭 警方貨報到場出力 雖然當時列車上 還有四五名乘客 索性都沒有受傷 這起車禍意外 發生在二十九號凌晨 淡海輕軌一山站 小黃違規強快左轉 撞上內側執行的列車 而這也是淡海輕軌 開通以來的第一撞 小黃問獎貪圖一時方便 開著七十萬左右的國產車 直接撞上造價 一億一千萬的輕軌列車 這一撞可不得了 整個車輛我們還會再做 進一步完整的檢查 未來有相關的費用產生的話 我們會違規的電車價值來求償 一念之差 小黃問獎 違規左轉撞上輕軌列車 不只傷了自己的身材工具 後續的賠償問題 恐怕也會讓他傷透腦筋 記得姚立場陳一璇 新北市報導